A道及Synix回答来原神的游戏视频 上一期是把这边4.8的欢夏邪龙童话国 应该是童话游记嘛 主线的四个任务都做完了 现在是还剩下两个 感觉上应该也是主线相关的支线任务 这么说有点奇怪 但是他应该是跟角色相关 这个是齐两两 这边是柯莱 总之呢 这期把这两个人的任务先做一下 这个任务好像还没有接 需要这么着对话处发 这边是柯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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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要在你旁边吗 还是还是什么 我还没有发现这些东西 我可能会有谁 我可能会有个人在这里 我可能会有个人在这里 我看我 我可能会有个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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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あれ ここに誰かいると思ったのに かつて 運命を司る女神がいた この地を去る時 彼女は自ら作った王国に 三つの謎を残した え 誰だ とにかく そこに今 人の話がわかる猫と 異邦人 そして えっと 一匹の聖霊がやってきた 一向はあちらの小道の方を眺めた あちらってどっちだよ コマニアにそんな宛先の荷物が届いたら 周灰のお姉さんが送り返して住所を書き直させるよ 明確に示したつもりだな どうやら聖霊と猫は疑問を抱いたようだ 我可能是一割的責任 好 再做一遍 左手的小道 魅力的香味 在那裡 財宝和栄光 哇 真是很美 想開始了 旁白的柱角 還是感覺比較 線性的一個東西 就先 按照他這個指引走吧 剛才是說不讓我們坐下忙 需要這個我還是不明白 為什麼剛才那個界面 你不能 不能必須點鼠標 鍵盤是沒有用的 然後呢 這個膠水 膠水沾到我們屁股上了 天上に留著 太陽の如今 卓上的手紙 その眼 啊 真是有魅力的女士 真是有素晴的故事 那些人都知道 要是要求其他人的目的 那就是 要把前面的前面 在前面的前面 我明白了 但是我好像在你 我都知道你 你只是在前面 一直在聊天 啊 我也想到 还有吗 这个东西还不能看呢 像刚才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做的不好 就是你读那个纸的时候 我还没有读 它的旁白就已经出来了 那个出来的时候 就是它出来的时候 是你还看不见字幕 我是必须给它关上 结果关完之后 发现那个东西已经看不了了 所以这个地儿 它那一圈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就只有这个东西能多 只会是有点差点 就是我们继续抢 我们继续抢 在地族里 核大昂有你 对 这个不是元素反应吗 我为什么以为是那个跟元素反应的东西似的 所以这是刚才那三个人 这些人是个尊敬的 是个尊敬的 请让我自己介绍 我这三个人的三大家庭 是个正经历史的監督 我能够剥除你 我等你 我的名字 你叫卡佩,他叫奥比克,還有他叫ポポラーノ 我一直在聽你的話,所以我只聽到誰的聲音 但是還有一個人應該是吧? 我來帶了他們到山上山 誰的事? 這麼說,人生真實的故事 人生真實的故事 嗯… 我來引用一下 嗯… 《歴史上的歴史》 再一次一頁 啊,這個人 沒有… 我々的中有這些東西 孩子的教練 或者是... 二人的誰是用了副話術的嗎? 我先接著… 那就先趕快 Herrn 其實我沒有聽過這種声音 まで聽過寝進入寂寞的歌曲 是必須的聲音 誰呢? 我根本不太認識 他沒有話,他沒有話必要 不代表 我必須要說明的 你手在前面是 歷史上的現在和過去 是我的三個家 我三個家是 有些確實在過去的確 三個家是 每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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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現れた 騒ぎを起こしてる奴か いや あいつではないよ 可愛らしい精霊 休日の悪流というのは 遥か昔に討伐された悪流のことだ 最近現れた奴は 俺たちファミリーの歴史とは関係ない えーっと これってお芝居か何かじゃないよね つまり 君たちは 真の歴史を究明するために 誰かがゼンマイを抜くのを ずっとここで待ってたってこと? 救命するだけでなく 口論も絶えなかった 私はあまり気にしていないが カペイが ずーっとちょっかいを出してきてな 過去に悪流の災いを沈めたのは どのファミリーなのか それが明らかになれば 最も尊きファミリーを決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ゼンマイを抜いた瞬間から あなたは名誉公爵となった どうか 俺たちの願いを聞いてくれないか 高貴なる違法人よ 高貴なる旅人公爵よ そちらの長靴を履いた人口を話す猫と 空を飛ぶ白い精霊とともに 力を貸してくれないか 穿靴子説人話 私は猫じゃないって いや 化け猫呼ばわりより虫だけど まあまあ ここは流れに合わせてくれ 普通の猫は長靴も履かないし 言葉も話せないだろ せめてまたを入れて猫またって言ってよ これからみんなをメモリアル聖地まで案内させてくれ そこにいけば何をすべきかよりわかりやすく説明できるはずだ ここが俺のファミリーの聖地だ 先祖はかつてここで武勇と果敢なる決断力を持って 休日の悪流と戦ったんだ その死闘は昼も夜も関係なく幾日も続いた そしてついに悪流を打ち渡したんだ まあその数日間 先祖たちは昼夜交代制で戦ってたんだが まああくまで伝説だ 待て 今君のファミリーの歴史は伝説に過ぎないと認めたな 歴史か伝説かは重要じゃない が俺のファミリーが勇敢だった事実は変わらない 俺たちが何年も言い争ってきたのも 本質的には何が真実なのかって問題だろ 本質上は真実なのかって カフェの言葉を聞いた旅人は考え始めた 虚構の世界の真実と真実の世界の虚構 果たして同じ価値を持つのだろうか しかしカフェのほかにも ファミリーの聖地に熱い視線を通じる 招かれざる客がいるようだ この この 私たちが何時は何時に思い出したら 私たちが何時の遊戯を狙っている 旁白の感覚めた 私たちに目に物を見せてやることにした 一瞬間 一瞬間 一開始的时候 これは 感覚めた 是有点像之前可丽 应该是第二个可丽岛 就是有费西尔那边 那个剧场的东西 感觉有点像 但是现在的话 感觉这个旁白的感觉 就是另外有点不太不太一样 这是之前教学的解谜的东西 这个解释有点意思 他很想对我来到这里 我认为阿比克的疑惑 他答案了 阿比克的疑惑 接着他说 是个龙 接着他说 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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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坊 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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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克的疑惑 他说了 是个坊 这种歴史 你是真正的 这是真正的 那種書籍、古典的文字,是在最初的位置上的唇 在最初的下集上的篇文字 我不會知道我愛說什麼 但是,你不想回到這個名字 是嗎 那是,當初,王子的《聖女之》 这个之前已经是通过主线了解了 什么玩意儿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理解成要这么连的 等于这个岛还在做任务 我估计就不去探索了 直接先做这个任务的东西 什么叫很高规格 好了 等于这是怎么连 这是要反着连 怎么看 这么着连过去 这个浮浪 索瓦之前有提到吗 谢谢大家 这个为什么要 要把字挡起来 这是为了不让我告诉这个龙的名字 这是 伸出手 并阻止了大家 这是 这应该不是爱丽丝 是之前那个人是谁 B是那个老头 不是老是那个老太婆 莫娜的师父 另外一个人是 已经把她的名字忘了 好像是她是两个A 但是说爱丽丝说因为已经有A了 所以给她起的是别的字母 是吧 好像是G 不是是R 不对 R是 R是阿贝多的那个黄金 但是这应该是写的那个人 那个人叫 是什么已经忘记了 苦しい弁名はやめろ ポポラーノ 啊 ずっと見たかったんだ お前のそのネタム表情をな 现在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这三家的历史可能就是 我猜这个模式有点像魂系列 就是没有给你写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 很线性的历史 而是通过每家子 他历史的这些 类似于是传说 什么点点滴滴 你要需自己拼凑出来 对 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给我的感觉不同的 就是一上来感觉上有点像之前莫娜 不是莫娜 是费谢尔那个 当时他那个岛上是有好多的话剧 以为是就是一个普通的话剧的旁白 但是现在感觉上这个 这个旁白是感觉是非常的有他自己的想法 是在主动的引导着我们去做什么 我突然想下来之前我一直提的那个游戏好像叫 三立paradox还是什么 也是没有 比较比较久远的一个东西不是特别清楚 这边刚才在提什么 是三家的历史 可能是每家的都要见证一下 我觉得就 这个东西我就不探了 就现在是 这是一个应该是奇 拉 什么奇良良 他的 他触发的一个 任务 我觉得呢 就是先还是当主线来弄 探索不管 只把这个任务做一做 探索的话可能最后再 再去考虑 一向の目の前には 偉大なるゼンマイにふさわしい台座などなく ただ 閉ざされた扉があった お前んとこの台座はどうした 偽物だとバレて恥をかくのが心配だから 先にしまっちまったのか まあそんなところだ 我らがファミリーの主な偉業は 自分でデッチ上げた架空の偉業は おい黙れカフェ 黙るんだカフェ 黙るんだカフェ もしある日俺が殺され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ら 犯人はポポラーノで間違いない 遺言は以上だ 我がファミリーの偉業は 支援によって休日の悪流の宝物庫を暴き その財宝を盗み取ったことだ だから台座を含めた貴重な文化遺産は すべて扉の向こうに置いてある 我突然意識到 刚才他説的那句話 他是 这个故事是在 好多的游戏的一些要素 给捏在一起了 刚才那个是什么 刚才是Among Us 他的一个 就好像是 殺人 殺人的一个遺言 为什么给我这么一个感觉 じゃあ扉を開ければいいんだね いや そう単純な話ではないのだ 扉には知能型応答システムが組み込まれていて その質問に答える必要がある もし間違えれば通報される仕組みだ そんな でもお前は当然答えを知ってるんだよな 時が知恵のページを白く染めてしまったのでな 答えは知らない だがアンズルナー すでに話は通してある 通報されても警備員は来ないから 好きなようにやってみてくれ 門还在 说明 質問1 君は誰だ 警察 警察 乗 うむ 冗談を言ったのか 正直微妙だが 君のユーモアセンスと その謎の自信は評価しよう 質問1 君は誰だ 哦 天才的なアイディアだ ポポラーノのところの先祖よりずっと賢い だが それは撤回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する 質問1 君は誰だ 質問2 悪竜を倒せたのはどんな素質によるものか 我沒有特別關注他之前的提示 而且最初的一張紙我沒有読 他們說是3加1起打敗的 もしそれが正解なら俺は正解だ なんだと そんなバカな 質問3 外の世界の虚構とこの世界の真実 よりリアルなのは 我觉得为了多听一点 他的 东西我把其他的都選了 そのような答えは論外だ わらべよ 旅人公爵 君と君の友人たちは我々の真実を知っている唯一の人間なのだよ 質問3 そんな残酷なことは言わないでくれ 質問3 そうだな 外の世界が夢ではないと誰が断言できよう 目が覚めたら実はただの小説だった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だろう ならどちらもリアル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全門正解だ では 台座へ案内しよう 旅人公爵 では前回と同じようにたのむ 大きなゼンマイを差し込んでくれ なあそれから これが我らがファミリーの紋章だ これもっと いちごに こんな感じで これは これから始まり たくな これからは こんな感じで この2個は あんま これから どのルールが こういう風ですね 这个东西就是好奇怪 现在这边点也是关不上 必须这么关 不是这样 是这个 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带在身上 因为要用三次 这是个 这是个什么形状 找一个方块 然后连下去 哪里有方块 这上面有个方块 这么着连下去 所以是 这么着走 这不是起点 这是起点吗 可能是起点 这么看的话是起点 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四个是 是连着的 等于是 是这样 那这我只能这么连啊 先试一试 不对 啊那边还有一个 如果是 这样子的话是 这个最长 这个最长的话是怎么着 这么着连下来 那这个是干嘛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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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啊 智恵的家庭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弄Among Us 没有让我联想不到别的东西 什么叫象征性仪平 之前是什么光辉宪法还是什么东西 记载了西里兰 西木兰卡一切 生命 犹太 太粗的言语 太粗是什么东西 太粗什么什么的言语 之前 这是他们祖先的东西 是什么星鬼镇 现在叫好像星鬼王城 还是叫什么东西 完璧 光辉宪章好吧 二等曼斯特又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原理 我不太想理解 除秀 曼斯特 曼斯特 这是除秀的 失神人面相 这是那个 斯文克斯的那个传说 爱刁难人的公主 这是哪个童话故事 是哪个童话故事 这这这这我就不去再想了 命令简易摩拉 就是规定是性命简易摩拉 然后拿自己的家当易摩拉是等于了性命 这个 这个人是在在弄一个逻辑上的漏洞吗 什么东西 龙的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在 他写这个就是为了说龙的就是不会算 但你 你当时 买了 就总之是先亏了一千 因为是要买回来 但是你后来又赚了一千 就相当于是完全就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收益 也不是没有收益 就是你 这个操作是 是白白操作了 我远超家族智慧 就是你本家是聪明 然后你比你们家还聪明 是这个意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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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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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只是在哪里面的乳酪上有些乳酪 我只是在哪里面的乳酪上有些乳酪 皇上也有很多乳酪上有些乳酪上有些乳酪 我只是教了玻璃的乳酪上,但 其实我只是在乳酪上有些乳酪上有些乳酪上 我只是想要学习乳酪上的乳酪 那狐女 只剩下你了 那是一件事 這次可以開開這三個宝箱 不然是湯呑水和梅干貓 把所有的財產都取得到 接著我去 那我再把芥末抹掉 那是 等于这个手稿是在我们兜里 然后那个东西呢 那个摇杆的东西也在 等于这两个是可以读的 这个箱子我觉得我就先不剪了 当一个类似于是路标一样的东西 这要去哪儿去楼上 这楼上的话我从上面往下走 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在哪儿 为什么要让我一定要这么走 这是之前说什么喝了巨人药剂 还是什么什么一个东西 我一旦在这里 我家的家庭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用大剩的薬 那是哪一家的那一家? 我家的家庭是小的事情 我家的家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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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 先祖是喝的薬 所以, 自己是比较大 你比较多 但现在的薬已經完全改变了 像这样的一样的 吃也不大 也不成功 也不失了 所以 所以 在这些人的经历 通过来 我讨厌 Oubic说了 但 如果能解释 会不成功 不成功 可能 有些人 不选择 如果能选择 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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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成功 那么一种 这等于是让你走左边 哦是直着过去呢 就是剧情上的强制保你这么走 这个是不够高吗 但是应该是拆了就不能退吧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干这个的 哪 这个好了吗 整个过程非常文明 现在旁边会说什么 这个有问题吧 刚才那个触发的地点 我觉得是没有设计好 这个是为了让你跑到这个地点来吗 等于之前是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 就是他这个玩意如果在一个角的话 就是真的是这是起点 这个若是起点的话 等于是这个角 这个角的话 这么看 这个如果是放到最左边的话 就是往左上 对 这么看 这么看应该是对的 这么看 往左上 这个玩意儿 为什么一定要看那个东西过来 我觉得 他原理是从那边给拉过来 所以看着是正常 但是 实际操作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不方便 这个是最后的 这个是最后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样子 感谢观看 抠掉这个龙名字身上鳞片的污垢 是吗 这是抠了块蜜蜜下来 想跑 这个是 这个 就是作家的那个人 他的 怎么说 他写的三个故事 基石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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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全是真实是真实的 是 我认为 我认为 很複雜的感情 你也能記住 真實得到真實 但那些太多了 明白明白 大家都說過 《新奇狼》《星期狼》 《六巻》 《八十八巻》 《八十八巻》 《誰也沒有読過》 一向 《八十八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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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確實是很奇怪 但是之前 《Popolado》所說的最好的話 如果我開口的話 我覺得你會變成這樣 我沒有心疼 親愛的聖霊 我確實說實實是可以存在的 但… 這三個都沒有 為什麼呢? 這類歴史的真實是無論如何都會有所謂的悪流和城的成立 都會有所謂的真實 當時,突然鐘響了 鐘響了 什麼意思是一回的? 確實在是最高警戒態勢的感覺 門前進去全集合 捕獲用接着剤全都在前進 現在,現在全面的監視都會被掛在監視中 唯一的手口是前方的 什麼事? 還有,為什麼最高警戒態勢的一回不停? 不停的? 緊急事態的話,速度會比較快 只能鳴到99階段的話 能不能接近嗎? 來了!新車! 究竟有什麼法會侵犯的? 現在是最高警戒態勢 來,來! 來!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好吧 像之前让我说什么 从左边走 这个东西踩上会什么样 对 我感觉这是作弊 我带了这么一个队伍过来 现在我连元素师也都使不了 你怎么过来 然后呢 好吧 我还有一个想法 现在先被抓到 然后看一下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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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并不并不能说是我刚才进入他 我不太不太够不够深入还是怎么着 我只想 就这次深入了 就等于是直接会提前触发这个 好的 可以我基本上 我想测试的东西就都已经试完了 天哪什么东西 我刚才这个要是跑的 这个摄像机我觉得好多游戏中我特别不喜欢的是这种玩着玩着强制扭你脖子 这个地儿如果我还是可以这么过来 其实还有一个想测试的是那个卫兵有过来吗 还有一个测试就是那个卫兵说我不抓了如果说 那个时候我去那个卫兵的身上会出发吗 之前是回到那个地儿他是又把我给抓住了 这个有点 这个能上来吗 这个上不来了 什么东西 这样我就不弄了直接怎么快怎么来了 我不太清楚刚才那个卫兵为什么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追出来 为什么没有追出来 就能够了 好 为什么 我還不知道是否需要煎麥 但我還是要去逃跑 那我剛剛說的問題 三個真實或者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是吧 我可能會不會理解到某些人 我們只能夠認識她的信號 那些人就想像人之一的 他們的作文是她的寫作囝 我們說過的討論是 我現在就不知知道 過程的真實 現在才知道真實 我現在就想知道真實 我現在也想知道真實 我們也想想想像這類真實 我們也想想想像這個真實 真實的真實 所以我現在想想想 我們不想想去 之前说是哪个是命运的女神 她是什么东西 把设计好的八条行走东西 好像是给拿下来了 但是,今天要先休息 啊,知道了 你又有什么企业了 无论,今天要看过这些事 我会把家庭交给大家 我也是 我也是 那今天要先休息一下 那些词评论有什么企业 我们明天再确认 等于这任务还有后续 伟大发条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我 之前应该是好像做到第二个的时候 我当时有提就感觉上 这些东西给我的一个 感觉就有点像 魂系列中那些物品说明 就是它没有很多的 很直白的一个 故事剧情 所有的线索需要你在这种 故事的 中间是去 根据一些 这个应该可以算叫史实 然后去推考 等于是这是三个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设定也是非常好 相当于是 这是什么创 这是创不是创始女神是爱丽丝 你是写故事那个人 这么一个设定 要等到八点后 我说实话我不太清楚这个任务有 有多长 然后给了我个箱子是什么 这是我之前 这是之前那个地儿 可以 总之我不太清楚这个后续是还有很多的东西 还是说马上就就结束了 由于是不太清楚 我觉得在这儿 结一下 下一期的话呢 至少可以把这个任务做了 做完之后应该好像是还有一个 这应该就是在这个什么 老想管的叫斯里兰卡 这个地儿叫什么 我看地图 西木兰卡 总之是在这个世界内发生的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下一个任务好像是回须迷去了 再清楚 它的故事名字叫奇书遗云 我在想会不会是又是像这边的剧情一样 你通过一本书又进到一个奇怪的世界去 旁白的柱角好吧 总之具体的东西是下期再说 这期呢就先落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